今天是2023年6月16日星期五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慧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主要讲两单新闻 第一单是关于加拿大裁长 声称要冻结与丫头行的关系 同时要调查所谓丫头行由中国操控的指控 中国外交部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 对这件事作出了严厉的搏斥 事件可能令本来已经冷淡的 中国和加拿大关系更加雪上加霜 第二单新闻是关于黑暴歌曲 《愿荣光归香港》 在港府申请禁制令后 随即在多个网上平台避下架 那帮王子气得呱呱吵 但又不敢在法庭抗辩期间 限期内提反对理由 那你说是否真的没胆匪女呢 好了 我们首先讲第一单新闻 事源亚头行的加拿大籍公关主管 皮卡德在6月14日宣布辞去职务 并以人身安全为由去日本 正常来说 辞职不搂闪人就是了 但这个皮卡德辞职都零射高调 连加拿大高官都出面支持他 整件事看下去 他就好像预先已经写定了剧本 处心积累地针对中国 皮卡德表示他辞职的理由 是因为自己是一个外国的加拿大人 所以不得不辞职 因为他认为 亚头行是被中国共产党操控 存在有毒文化 皮卡德就形容 他说亚头行的组织内部 似前苏联情报机构黑格勃 或者前纳税秘密警察盖世泰保 他还说 这些人在银行内部 好像隐形政府那样 所以他要去到日本 才敢发布辞职的消息 因为担忧自己的人生安全 同日加拿大裁长方惠兰 随即表态 加拿大正在冻结 与亚头行的关系 调查被中国共产党支配的指控 是否属实 说不排除任何结果 言下之意 即是加拿大有可能退出亚头行 对于加拿大的说法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 就在6月15日作出了反驳 他指责说法纯粹是 挖众取宠的炒作 是切头切尾的方言 外加部发言人汪文斌的回答也很有水平 他赤字不提加拿大 但就强调 中方作为亚头行最大的股东 将继续和各方一道坚持多边主义 共同支持亚头行 扮好亚头行 意思就是 就算你加拿大退出不玩 亚头行都一定会继续扮下去 而且会扮得更好 顺手挖多加拿大一大巴 暗串加拿大放弃多边主义的原则 正是懂得做美国的应声虫 亚头行是由中国在2013年首先倡议的 2015年正式成立的国际性金融机构 发展到今天已经有106个 来自六大洲的成员 成立到今天 已经是融资超过410亿美元 带动资本近1400亿美元 为及全球多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亚头行行长金立群 在2020年8月接受美媒访问时 已经表明 亚头行并不是向中国负责 而是对理事会负责 金立群当时已经是责疑 有些人疑心太重 其实加拿大今次自导自演这套辞职大戏 不排除背后又是美国充当编剧 事关美国操控着世界银行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亚头行作为真正履行多边主义的国际金融机构 它的崛起有可能威胁到美国 在全球金融的霸权地位 所以就成为了美国的眼中钉 要对付一个潜在的敌人 最好的低成本做法就是唱衰他 难怪辞职事件一发生完 华尔街日报就第一时间冲出来 谋论造势 他说无疑将对亚头行多年来 试图营造的多边国际形象造成打击 如果加拿大最终决定退出亚头行 那就当然合美国心意了 因为早在亚头行成立之前 美国就极力地劝盟友 不要跟他打交道 认为这个组织是志在挑战美国的影响力 其实加拿大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亦都是资源和科技大国 他没有争取自立的自主 反而甘心中美国的烂头却 任由美国去操控 正如有网民所说 不如改名叫做 美利坚合众国加拿大洲 好过了 我们讲完国际消息 我们讲下本地的新闻 律政司正就黑暴歌曲 愿荣光归香港 就向法庭申请禁制令 案件排期了 将会在7月21日审理 但这首歌的绝大部分版本 在不同的平台包括 苹果iTunes、Spotify、KKBOX都已经被下架 政府将禁制令的法庭文件上载了 表明抗辩人士 可以在限期内提交反对的理由 对于黑暴名曲被多个平台下架 不少黄丝立即化身这个键盘盒 俗称的Keyboard Warriors 在网上冷嘲热奉 当然怪责各平台都未正式禁 就立即跪下 有人还说 好怒好怒 决定不再用iPhone 还有人质疑 是否赚完黄友的版权费之后 就着草 不理这群黄人如何吵 从各个平台的做法 起码可以引证一个事实 就是国安法具有震慑力 就算在网络世界 都能有效地规管 眼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警方在今年3月8日 拘捕了一名23岁的女子 这名女子在日本留学期间 多次在自己的Facebook里 就煽动他人去憎恨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 还鼓吹香港独立 国安署昨天6月15日 就正式落案 起诉这名女子煽动罪 案件将会在今天 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有趣的是 那群黄人敢在网上做keyboard warriors 但不够吉士 跟随司法程序提出自己的意见 有黄人认为 提出反对禁制令的理由 需要向法庭提供个人资料 还要缴付行政费用 侧疑是送头兼送钱 即是又要付钱又要见光 所以说黄尸最怕的就是光明正大 真是给他们机会堂堂正正的时候 反而是个个都在这里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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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罗夫本性 就学人搞什么黄色革命呀 浪费啦 好了今天的今日焦点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下周一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周天卫 Fanessa Chow的YouTube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仔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啦